家人未信主,有時肯接受祈禱,有時不肯接受祈禱 這就是一個未信的人,我們怎樣幫助他呢? 這是一定要問神,用神給我們的智慧 有些人在適當時跟他說 有些人可以說多些,但發覺有些抗拒你就不要說那麼多 他一開始抗拒,你越說,他越抗拒 他一見到你已經轉身走 這是我們要判斷,為人祈禱也是 你明明看到你很怕為他祈禱 你再跟他重複說的時候,他便會被壓迫感 所以這樣的時候,可能就是關心、愛心 我們判斷人的回應來衡量我們做些甚麼在他身上 如果人未信耶穌的話,我們怎樣幫助他呢? 都是各樣的智慧 因為幫助人是有誤性的幫助,有感性的幫助 誤性的幫助是理智上去解釋耶穌多好啊 耶穌救恩啊,耶穌赦免你的罪啊,救你的靈魂啊 這是誤性的 感性的幫助,就是這個人有憂傷啊,有不開心啊 你去關心他,讓他覺得舒服 也是我們可以在靈裡面的影響,祈禱的影響 其實每一個人有不同的方式的 有些人你是可能用另一種方式 有些人跟他打球,跟著他跟你對著信任 跟著你離開傳呼音 就是這些,其實 總之你的心是有個心,想祝福他 你總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幫助他 謝謝